今天原本打算给大家看一下 我平时买烟的这一家洛杉矶的小店 可惜今天被店主拒绝了 他说他不想上YouTube 他是个黎巴嫩来的中东人 在这边开烟店开了很多年 他的烟店里面除了有烟斗烟丝 还有雪茄 还有在雪茄房旁边有一排柜子 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影视作品 大家自己去脑补就可以了 他今天跟我说他的这家店想转让 他想退休 他才51岁 21万5千 不知道谁会去把他这家70平方不到破破烂烂的小烟店买下来 既然他不让我拍 我就顺便去吃午饭 这个是我们Arcadia的H Mart 是韩国人的超市 韩国人开的超市 它里面有一个小的Foucault 有韩式的猪排饭 猪排咖喱饭 有韩式的炒拉面和汤面 有我们中国人开的 好像是还是个四川大姐开的水煮鱼 酸菜鱼 还有一家我们这边刚刚起来比较知名 韩式炸鸡店 也有卖啤酒 最好玩的是他最口上有一家 是卖韩式炒年糕 还有冷面 食锅拌饭 但是你们绝对想不到 它是一家上海人开的 我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上海人有这种列根性 平时在背着人的时候就想要说上海话 他不知道的是我听得懂 虽然说我点菜的时候用的是英文 但是我听得懂他在背后说的是上海话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这一家韩式炒面店 这家面店我的印象一直不错 你看他的招牌上有辣的海鲜汤面 不辣的海鲜汤面 海鲜炒面 现在还增加出来了炒饭系列 有猪肉饭鸡肉饭 但是我最喜欢吃的还是他们家的海鲜面 我今天就点一个他们的韩式海鲜炒面来吃 他们家不得不说量非常的大 我第一次去吃的时候吃那个不辣的海鲜面 他又是那种粗的面 当然不是日本说的那种乌冬面 应该是韩式这种手感面 量又大 一大碗 你们一会可以在我视频里面看到和我一样点这些面的人 有的是和孩子分吃一碗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男人如果能把这一碗吃完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是一个女性的话 亚裔女性的话 基本上这一碗是吃不完的 你可以打包回去当晚饭吃 他里面给的料也是非常足 只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在洛杉矶这边吃炒面没有这种习惯配碗汤 其实你说不管是吃干拌面炒面还是炒河粉 如果有一碗汤多好 有时候这一点还是我们华人做的好 像日本的炒面 还有这种韩式的炒面 干拌面 他一般不会给汤 就当然他也可能是一种销售策略 你看我就不得不再买了一罐可乐 当然如果有一碗热的汤就会更好 这冷的东西毕竟不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胃 你们看Hmart里面的这个4 core还是很干净的 虽然说他只有12345个档口 他也是在超市的另外一边 但是整个Hmart韩国人的这个超市的品牌 在洛杉矶是非常好的一个存在 为什么这么说 人家都说中国人和日本人当中差了一个韩国人 但是就我们洛杉矶的这些超市来讲 Mizuwa我也经常去就是日本人的超市 其实我们洛杉矶的所有的Mizuwa 它的干净程度 整洁程度 包括它的货品摆放 远远没有Hmart做的好 当然了 如果你说到我们华人开的那些超市 我平时去的那几个豪运来 大中华 那就不说了 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可能就是我们大陆三四线城市的那种自己开的链锁店 真的还不如我们现在三四线城市 他们河南书的胖东来这种 还不如这种 可能华人区里面有点名气的就是99大华 但是99大华的话 如果你们来过洛杉矶的人也会看到 或者你们本身就住在北美 你们也会知道 其实99大华里面的摆放也是非常乱七八糟的 当然他想做的好 我也看得出来 他想他的产品做的更好 他也有熟食摊档 还有卖台湾式的润饼 但是整体的感觉非常的差 包括他的干净程度 货品的整洁程度 货品的新鲜程度 远远不及Hmart Hmart最值得说的就是他的牛肉 这一点离日本超市Mizuwa都比不上 你说Mizuwa他们的日本的河牛品质非常好 但是他的摆放存放完全就没有品质的感觉 但是Hmart的整个的感觉成立就会给人家非常好 这一点我们中国人的超市就更不用说了 你说对吧 我以后应该会更多的走出去 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华人在洛杉矶是怎么样生活的 包括我们的平时的衣食住行 但是一定会遇到像今天烟店的老板这样的拒绝拍摄的要求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上镜 我也觉得这可能就是在北美 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把视频做的和那些东南亚的博主 做的这么丰富多彩 包括国内的博主做的这么好玩的原因之一 毕竟在这边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上镜的 大家对隐私可能也保护的更好 当然也有可能我只是碰到一个特例 因为其实这个老板平时非常nice 包括今天他虽然拒绝我的拍摄 但是人还是非常好和我一起聊天 和我聊聊一些男人之间的话题 包括他非常喜欢跟我聊他以后准备去哪里退休 他跟我说他希望去菲律宾退休 我说为什么 他说菲律宾便宜 那我问他你有没有考虑过去泰国呢 后来我就把我们国内的一些博主拍泰国的视频给他看 他也非常的感兴趣 当然他没想过 我就告诉他 其实在整个东南亚有很多中东人 但是你不得不说 你看不光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华人所谓的退休之后会离开美国 虽然说你也有了美国身份 甚至加入美国籍 你还是会回你原来来的地方 或者去另外找一个国家去养老 所以有一句话说 我们只有华人好像不死在美国 这句话不准确 其实还有大量的族裔 还有本地的一些白人 其实他们退休之后也会选择去其他地方生活 美国就是一个适合赚钱的地方 当然适不适合养老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现在还没到养老的阶段 我们还在努力的把孩子拉扯大 还在努力的工作 还想实现自己的美国梦赚更多的钱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